请坐 你好 好久不见 好 OK 坐好 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颖 很开心来到梅克菲的直播间 今天感觉非常的春天 非常活泼的状态 而且今天也是我们的天猫超级品牌日 为了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播奖 好不好 没问题 一上来就送奖的那感觉是不是特别棒 特别感谢 而且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你的清签礼盒 我们会在今天看直播的朋友当中 抽取一位朋友送出春意的清签礼盒 当然这个礼盒上面还没有签名 我们现在请你来现场签 好不好 没问题 来 有请 好 想签在哪里都可以 哪里都可以 哪里都可以 好 看你喜欢 好 这还是非常激动的 一上来就先送奖啊 嗯 这个好像那个有没有黑色一点 有没有黑色的或者是显色一点的别 颜色有点壮了 看一下这个 可以可以出来了 好 这是签在这个盖子上了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 签的有点不太好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签一次 嗯 好不好 一会儿补一下 啊 你看 做什么事都是精益求精的感觉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补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好不好 再展示一下 OK 我们要提醒各位 今天这个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会抽给大家 刚屏幕上 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有朋友点进去了 到时候快要结尾的时候 我们也会系统直接来抽啊 好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先干一干 好 那今天我们也很期待 要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而且看到今天你的整体感觉是 又那种春日的气息 然后整个人氧气感十足 那没有吧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次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装造呢 因为那个来到梅克菲的直播间嘛 在家也是 嗯 还有今天的产品是要氧气感一点 嗯 所以就特意挑选了这样的装扮 对对对 也是春天到来了 非常春天 嗯 阳光一点 嗯 嗯 嗯 那个 舒服 舒服一点 而且我跟你说 现在就是横店的天气还比较热 这样穿还还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嗯 那我们说冬天天气比较冷 大家衣服会穿的比较多 那春天的气温回升 我们在衣服的选择上就开始做减法了 嗯 那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日常穿搭 以及你是怎么保证 每天都是元气满满的去拍戏的呢 嗯 首先可能 呃会选一些舒适 还有浅色系一点的 嗯 因为这样的话 自己穿起来比较舒服 每天都会有好心情 呃 这样的话就会元气满满的 是 嗯 主要是穿搭有的时候 也是给我们自己一种心理暗示 然后去保持好的心情 对不对 我也很认同你说的 就是我们的造型和季节要相移 那么同样的 我们的妆容其实要根据季节来搭配 对不对 没错 那说到这儿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就是梅客飞给春日妆容的献礼了 就是我们的新品氧气粉底液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会邀请陈一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如何打造我们的春日氧气妆容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玩一个和美妆相关的游戏 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板已经缓缓的进入到了我们的场中 嗯 我们有请陈一一步到我们的背景板前面 嗯 嗯 有请 这个游戏呢我们叫做美妆知识之多少 顾名思义主要是考验大家这个美妆知识的 我们知道梅客飞作为专业的彩妆品牌 它不仅有全线专业的彩妆产品 而且它在上海还有一家非常专业的彩妆学院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妆容 然后陈一看到在你的手边有三个妆容的名字 嗯 接下来需要你把这三个名字对应的贴在跟它相对应的这个妆容之下 嗯 这三个妆容 那我们先从我这边的第一个开始贴 好不好 嗯 那第一个这样 我们先这一题要不要来考考大家 大家一起帮帮忙吧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弹幕 嗯 好不好 看一看弹幕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刷一刷 你觉得第一个这个妆容 清润氧气妆 玩去粉夹妆 还是浮生若梦妆 第一个 对 看一看大家的这个 大家屏幕上现在只有诚意和爱了 这两种词 没有别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啊 这个浮生若梦妆 还是清润氧气妆 还是轻润氧气妆 还是玩去粉夹妆 就是我手边的这个第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 第一个应该你看他的眼睛啊 嗯 很很很不一样 嗯 很梦幻 很梦幻 嗯 很梦幻 我觉得应该是浮生若梦 浮生若梦妆 嗯 那在我们贴之前 大家 现在开始刷春日氧气妆 就是大家的进度会不会稍微快了一点 所以第一个 你确定是浮生若梦妆 嗯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评论 什么 春日 春日氧气妆 大家再说春日氧气妆 没有春日氧气妆 春日没有春日氧气妆 那我们就把你认为的答案贴在这里 好不好 那好了 那我贴了 贴了 好 好 第一个是浮生若梦妆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浮生若梦妆 除了刚刚你说到的 好像有一种这个很梦幻的感觉 对 像做梦一样 嗯 像做梦一样 嗯 很好看 很好看 而且跟现实有碰撞的感觉 它眼中的这个钻石 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梦幻 对不对 好 恭喜你回答正确 耶 厉害了啊 来 接下来我们朋友们可以实时的把你们觉得答案 打在我们的这个弹幕评论区当中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 第二个会是 轻润氧气妆还是玩去粉夹妆 轻润氧气妆应该就这个了 嗯 然后 是吧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很干净 像像很自然 是 就是我问你这个 像会呼吸 你答这个 啊 这这反正这个就是这个了 哎 直接就把这个三个题目都不能问了 直接把它弄好了 行 现在陈毅已经学会抢拿了呗 就是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啊 这款玩去粉夹妆 就是中间的第二个也是回答正确的 亮点就在于腮红和高光 嗯 有元气满满的青春获利感 而且它这个高光采用的是我们刚刚回归的断货王 刚陈毅还问我 他说 那个H100特别火 嗯 就是那个高光 断货了 这次也回归了 还有腮红220 至于因为断货没有买到的时候不用错过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妆容就是 清润氧气装 嗯 都回答正确了 恭喜你 来回到我们的座位当中 好 哇 很厉害啊现在 这个 还好 我们有点小心眼 会抢打 会抢打了 你知道吗 马上给你来个快问快答 那这个 刚才我们说到的清透氧气装 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上市的这个重磅新品氧气粉底液来打造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好不好 那不仅如此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看到了 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精美的粉底液的礼盒和周边 嗯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也特别请到了梅克菲专业的彩妆师 在我们的台侧给模特现场来打造一款专门为朋友们定制的 刚才大家刷到的春日氧气妆容 嗯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彩妆老师正在用我们的这款新品礼盒当中搭配的焦糖美妆弹来给我们的模特上底妆 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完装之后的效果 稍后我们也会把现场打造的妆容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展示 好 那我们说到打造春日氧气底妆的秘诀就是梅克菲的全新氧气粉底液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好好来介绍一下这款春日新品氧气粉底液 好 介绍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对刚才我们签的这个放在直播间的这款礼盒应该好奇很久了 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里面就有我们的这个新品氧气粉底液 氧气粉底液 对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美妆蛋壳 哇 你这个你觉得它可爱吗 这个 是我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 不知道 还挺像的 还挺像的 忍熟是不是 哥 我这见到真人了 那你有没想起自己的这个造型吗 他们说是美妆蛋 美妆蛋 对啊 它不是 具体来说呢 它倒不是美妆蛋 美妆蛋在这 你喜欢那个是美妆蛋壳 对 所以它是拿来装美妆蛋的 你把它打开 这我第一次见到就是见到 然后他还可以把这个 见到 见到本尊 本蛋 没事 你知道这个是来自于你的哪个造型吗 反正之前听他们说过 就是因为 我老戴那个帽子 哦 是这个 你觉得像吗 蛮像的 蛮像的 是美妆蛋 是吧 还挺有心的 这个感觉 嗯 是吧 是 毛线帽爱好者 你看这样外出鞋带的时候 其实就会非常的方便 和干净了 哦 对 然后 现在连蛋壳的出处都知道在哪了 谢谢谢谢 有心了 是 那这一桌子一会儿就把它带走 哦 你带 把一桌子 拿一个就行了 拿一个就行了 那剩下的 我带一个枣 可以 没问题 所以各位 想拥有我们这个明星礼盒的各位 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那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个小游戏 和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 我们的新品氧气 本体业 当然我知道 作为这个梅科飞全球品牌单人 你一定先行的试用过 这款氧气本体业了 对不对 嗯 对 而且我看到那个新的TVC当中 太帅了 那个妆容也非常好看 嗯 是的 应该老师拍的好 哎 还有梅科飞 好 展现了我们刚有的气质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要考考你 是不是很了解这款本体业了 我们会通过一个知识 叫做新品知识互动 来看一看我们的全球品牌单人 对这个新品的了解 大概有多深 那这一次我们也欢迎大家 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弹幕评论区当中 来一起说出答案 好不好 好 我们再次请一步到我们的这个展台前 这个先稍微放一放 哎哎 可以 好 你看这边是我们的新品 氧气本体业 嗯 然后这边 就是关于它的一些词 嗯 当然在这些词当中 其实也混入了一些 其他产品的形容词 嗯 那接下来 就需要你挑出跟它相关的产品的功能 然后把它贴在这边 哦 相关 对 嗯 我可以提示一下 有四个词 是不相关的 四个只要是一样 这个比方说这四个 对 没有 其他的都有 对 有六个是相关的 有四个是不相关的 嗯 这个肯定是有 对吧 哎 清透氧气 嗯 这个肯定也有 嗯 细腻柔胶 这个我也知道 这个就是 3D动态贴肤 其实就是更持久 哎 扒在脸上 扒在脸上 对 嗯 对 那这个肯定跟它是相关的 持久24小时 带妆一整天 嗯 对吧 嗯 嗯 这个是 是 还有一个送分题 这个是吧 脸颊提亮 对 还有一个送分题 你看刚才 你 你焦糖美妆袋 难道不熟悉吗 焦糖美妆袋 是不是 这个可以吧 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有迷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有迷惑 选项 脸颊提亮 但我觉得这个 其实那我就觉得 这四个里面 这个和 好了 开始排除法了 可能是这两个选一个吧 这两个选一个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呀 你要让我觉得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这些里面 数字肯定都是相关的 你都选了两个 有数字的了 嗯 那边还有一个有数字 你确定不选远它 那就这个 那就这三个 选一个 那我再给你加大难度 我把这个再放回来 四个里面选两个 那等于我这个刚弄错了呗 那我不知道 四个里面选两个 你看刚才 我们桌子上摆了 是不是有焦糖美妆袋 那个蛋壳还记得吗 嗯 那个蛋壳还记得吗 所以焦糖美妆袋 是不是一定会有关系 有关系 贴过来 贴过来 然后刚才 我说这有3D 有24小时 这肯定有 也肯定有 嗯 好 现在四选二 这会确定了 对不对 那咱们这样分界 对 都不用我说了 直接把它们两贴过去了 那 我们现在就 123456 这六个 确定了 确定了 不改了 不改了 恭喜你 我们回座 回答正确 来 你自己做了一些小功课 对 然后给大家设置一些 小的一些小障碍 我觉得大家肯定应该在刚才 你把那个什么脸颊提亮放过去都知道 对对对 肯定有脸颊提亮 但其实 我们马上来跟大家说一下 脸颊提亮是什么 对不对 有六个 相信刚通过刚才的互动 我们直播间的大家 已经被案例了我们的这个氧气粉底液了 那具体其他的四个介绍的是 美可飞的哪些产品呢 后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揭晓 好 我现在发现你回答问题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嗯 这一两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了解了 嗯 对 你刚才这个总结 就觉得我们一路走来 真的是有用心在学习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没错 连现在都会抢答了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给大家来解答 就是不同的肤色 要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色号呢 选粉底液这件事 其实我们的这个氧气粉底液有很多的这个色号 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 是为这个亚洲肤色定制的四种颜色 在这儿我们来教大家一个选粉底液的色号 嗯 这个方法就是你取少量的粉底液 然后你在手背把它均匀的抹开 嗯 均匀的抹开推开之后 嗯 你看一看 和你周围的肤色融合的最自然的 嗯 就是我们的色号了 是 是不是 嗯 诶 那我要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有几种颜色 一个是象牙白 EN00 一个是粉嫩白 1200 还有一个自然白 EN02 还有一个是健康白 EY06 在这几个色号当中 EN00象牙白 我们推荐 我们推荐中性一白的肤色来使用 粉嫩白 1200 我们推荐粉一白的肤色来使用 嗯 然后这个自然白EN02适合偏自然的黄一白肤色来使用 嗯 还有健康白 EY06 我们推荐黄二白的健康肤色来使用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嗯 你平常用的是大概是什么色号 我感觉你应该是 要么EN00或者EN02 差不多 EN02 因为刚刚老师 就是老师其实还会适用一下 会适用一下 对吧 比如说我可能晒黑了 去年拍戏前年拍戏 因为六七八月就是在外景比较多 他可能会考虑到 肤色的问题会超一下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 还是大家找到自己适合肤色的那个粉底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刚刚教大家嘛 就是你可以把它推在你的那个手臂上 然后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看一看跟平时最那个的贴合 对对对 可懂了现在是不是 刚才说到了 你用的可能是EN02这样的一些色号 那么更适合你的肤色 我们一会也会来介绍给大家 好 刚才说到了 有象牙白 粉嫩白 自然白 健康白 这些都可以来介绍给大家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的这种芒芯品全新的氧气粉底液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有几个卖点 一个是清透氧气 清透氧气 还有刚才说清透氧气 这个其实是送粉体嘛 对不对 那这个86%的这个氧肤精脆 因为它是富含透明质酸的 可以做到一整天的长效保湿 所以你想要在换季的时候 还能保持我们底妆水润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粉底 那刚才 其实我们在贴那个3D动态贴膚的时候 陈毅直接就说到说 顾名思义 这个就是贴完之后 氧气粉底液 你的底妆就像一层 有一层底膜 牢牢地扒在你的脸上 无论你怎么做一些夸张的表情 都可以完美地贴合你的皮肤 而且一点都不会卡粉 对不对 那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细腻柔胶 细腻柔胶 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粉底液 它的粉质啊 是非常细腻的 上妆之后呢 它几乎没有那种粉感 不仅如此 粉底液当中的那种柔胶威力 还能够让我们做到 上完底妆之后 一秒柔胶 其实这个我觉得 那个V它一直做的都很好 就是说好像我们开了一层 那种磨皮预镜的感觉 是是是吧 你平时用的时候 也会觉得上镜了以后 效果也还不错 因为其实更多的还是 比如说拍戏嘛 因为本身就是时间紧 包括不可控制的因素 也蛮多的 比如说外景 外景啊 流汗或者怎么 肯定会找那个粉底液 那个持妆 时间久一点的 然后非常细腻的 对不对 然后刚才说到持妆久的话 那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24小时持妆 氧气粉底液 不仅是妆感清透自然 而且能够真正做到 24小时的持妆 不暗沉 让我们的肌肤 能够整天散发出自然的光泽 就像是天生的好皮肤 好气色一样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 当然我觉得焦糖美妆蛋 你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美妆蛋 其实可以适配很多的粉底液的 当然我们这个明星礼盒里面 搭配的就是梅科菲的 就是我现在 已经装上去了是吧 我们把它打开再把它拿出来 就是从 这个 焦糖美妆蛋 这个拿来上装还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当然对于这个上装手法 更为专业的朋友 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氧气粉底液 专门定制的这个水滴刷来上装 那我们再把它装回去呗 好 我来 好 这就一成套的感觉 戴出去也非常的便携 而且非常的卫生 好 这个装回去了 这还是非常方便的 方便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几款 然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四个我们专门为亚洲人的皮肤所定制的 象牙白 我们推荐中心一白的肤色使用 粉嫩白 一二零零 我们推荐粉一白的肤色来使用 那么一零零零 刚才可以说到他用的也是一零零零零 这个是偏自然的一个黄一白的肤色来使用 还有健康白 一Y零零零 这推荐黄二白的健康肤色来可以使用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当然 刚才我们还说到了 还有几个要素是没有说的 那除了我们要用到这氧气粉底液 打造春日氧气妆还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彩妆老师的这个氧气妆容 打造的怎么样了 我们先老师可以切给他来看一下啊 哦 现在老师正在给模特上彩妆 那平时比较喜欢化妆的朋友 其实可以大致的想象出就完装的效果了 我们可以再来期待一下 那么等到这个彩妆师化完妆的同时 我们也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打造这款氧气妆容要用到什么样的产品 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陈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就是关于上妆的一些步骤 我想你现在应该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首先第一个 妆前乳 妆前乳 就是我们打造氧气妆先要用到的这个妆前乳 它是精致底妆的一个基础 那对于如果肤色不是那么均匀的朋友 如果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妆效 推荐大家就是第一步先用美格飞的妆前乳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修饰肤色来打造理想的底妆 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款小紫管呢 它是有这个修黄提亮的效果 非常适合想让我们的底妆更加透亮的朋友去用 那这是妆前乳 用完妆前乳之后 接下来是什么产品 粉底液 粉底液 好妆底为先 今天我们的妆容用到的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氧气粉底液 那上完粉底液之后是什么样的步骤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刚才连诚意都在问我的这个爆款新品高光 H100 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哎 帅气 这个我觉得首先它的包装就非常好看 对吧 然后刚才诚意我说这个到底有什么效果 我说是这样的 高光我就这么给你解释 就如果你比如说 你应该现在已经知道高光了 面中凹陷或者是比如说你平整度想要更加自然好看的 就你一定不能错过我们的梅科飞的这款高光 说到这个高光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 但是这个色号还有个称呼大家一定不会太陌生 那就是我们大名底年的段号网 网红高光H100 在最近刚刚的升级回归 那这个也特别推给大家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的底妆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这部如果我要问你啊 就要为我们的这个妆面增添一点 这个春日活力感的色彩 要放点什么上去 这个 这个 说到的就是口红 那对于一个日常通情妆来 你沾着了 为了让它不倒 我们在这给你准备了这个 这个我们对于日常通情妆来说 这个时候你再上一点口红就可以了 这个裸色的唇膏 其实我觉得完美的妆容 有的时候你可以上艳艳一点的 但是作为春日氧气妆的点睛之笔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美科飞的这个小粉管了 那上唇它是丝绒乌雅的妆效 有没有想到刚才那几个板子里面 有一个是丝绒乌雅 我们也在给大家介绍了 一笔 对一笔显色 顺滑舒适 有一个吧 对吧 那全系列都是最近非常流行的 高级裸色系 也非常适合我们的青头氧气妆 而且有好几个色号可以选择 这些里面如果让你来选一个春天的 比较适合春天的口红 你会选择什么 我来这样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个真的比较难 这个有点到我的 这个得想一下的地方了 那就这样 103还是320 我们凭直觉 凭直觉 直觉103 320 103 320 你们告诉我 你们说103还是320 好 这样 我把这两个图在手上 你就凭直觉选一个 好不好 这是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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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 接下来这个 有朋友说 你选什么就是什么 对 那你们这压力就大了 这个我 我选不出来 选不出来 没事 我给你看 上面这个 是103 下面这个 是302 我知道 这个浅一点 这个深一点 这个就是有点偏近裸色 103 然后这个是320 它就比较 稍微艳一点的那个颜色 你觉得 如果是春天氧气状 那肯定我选这个 你选103 你就说这个太艳了 已经从我的这个讲话 当中开始分析了 是不是 上面这个103 它是比较适合 就是春天 如果你刚刚我们说氧气嘛 你可能如果是 比较偏那个裸色的话 给大家的感觉会说 很 就是亲人心体的感觉 对不对 这个就比较热烈 有点夏天的感觉 蛮强烈的 是吧 现在选出来了 感觉 刚才都紧张住了 选这个 选这个 103 那最后到这儿 我们的这个妆容 其实就已经打造完成了 怎么还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这方面这么一心 选口红 这个确实是 但下一步你肯定知道 所有的装面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要干嘛 你说什么 所有的装面 就是我们现在粉底 什么全部打完了 最后 最后 咱们有没有可能给它定一定 定定 万一化了呢 还有定装喷雾 定装喷雾 是不是 那如果是定装喷雾的话 我们这个桌子上 你选择的是 这个啦 我们之前跟大家来演续过 这个白喷应该怎么用 对吧 这个是梅科威的定装大白喷 然后上脸呢 是这个水光换亮的效果 而且呢 它的这个味道是淡淡的那种 佛手干的香味 和我们的氧气底装 也是相得一张 那我们的氧气妆容 就打造完成了 哇塞 没想到今天整个的大重点 是在口红的选择之上 因为我觉得其他 用我们的产品 可能就没错 但是如果口红选什么 唇一选的是103 这个比较裸色的 但是呢 我觉得你经常讲的 就是适合自己的 这一人而已啊 这个一人而已 对 喜欢什么就摸什么 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 放在你的嘴唇上 然后会让你觉得 自己特别的体气 特别显自己的气质 或者跟自己的性格特别搭 我觉得刚才那个320 你也是可以去选的 都可以选 对不对 都可以 是103 320 大家都可以选 好 到这儿 我们刚才的整个的妆容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春天 你会给自己 想要有那种 出去玩的感觉吗 没想过 没想过 好好拍戏吧 都在拍戏 但其实我看你在 那个片场的时候 其实也还蛮放松的 对 就是见戏的 蛮充实的 也蛮快乐的 是 因为我们看到 好像平静 你看 客瓜子啊 自己也看到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和剧组的兄弟姐妹 对 大家好像跟你都特别的亲切 其实大家很舒服嘛 就是不同部门一个单位 看到你还在戏里面的小朋友是有一些互动的 那可能他们拍戏 对 说你还鼓励人家来 没有他们演戏 其实我觉得 他的比我演得好 我还跟他们学习呢 真的 有时 他们很 很天真 又很纯真 而且 他演起戏来 有时候 你都不知道他下一秒 说出那样的话 有时候我都接不住 很厉害 就他们的那种灵光 就前段时间 跟小朋友演戏 小朋友个个蛮可爱的 是吧 演得真的特别好 然后是你后来就摸人家头的那个 摸摸头的那个感觉 你在带小孩 那是教他们那个 弄那个 鱼灯嘛 对 所以带小孩的快乐 我觉得你很会带小孩的感觉 也没有了 其实最主要是 小朋友嘛 就是要有耐心 就想 有耐心就好 是 好像看到他们 很简单 就是因为纯粹嘛 所以他们演戏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是真实 他们看见了什么 听见了什么 感受到了什么 然后他们会自动的 下意识把它反馈出来 可是刚才你觉得 我们可能成年人 更要去学习的地方 是的 没错 不过演起戏来的时候 前段时间 自己也是收获了不少 就是感觉 不参加任何的那种杂志 对不对 看到你在剧组这么开心 然后跟大家相处的这么好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放心 也特别期待 你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好的这个创作 然后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多好的这个作品 好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当中 跟大家也是一起在学习一些春日的一些知识啊 聊一聊我们在春天可以去做些什么呀 然后春天不管我们是在穿搭上 还是在这个 呃 化妆啊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之余啊 都可以去看什么 当然 我觉得如果说啊 你平时能够抽出来一点空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去多看一看这个春天的美景 因为现在花都开得很好 是的 我也多鼓励大家去外面看一看 有时间的 有时间的话 嗯 带着自己的好朋友 嗯 或者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的家人 一起去外面走一走 我觉得春天的天气也是很好 哎 空气也是很好 我们也特别鼓励你 能够多出去走一走 嗯 拍一拍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多跟我们分享分享 嗯 那没问题 已经很久都没有看到你拍的一些景色啦 或者你的自拍啦 好 我争取马上就拍 但我基本上拍的也都是在工作 嗯 因为 嗯 这已经开期八十多天了 嗯 因为基本上每天也都在拍这戏 也请大家放心 是 所以我们也更希望你能够有时间去享受春光 比如说 你在拍戏之余 我们刚刚说除了演员之间的互相的交流 嗯 你打水漂来着 嗯 打什么 你在那个水那个河旁边打水漂 嗯 就用那个石头 嗯 在那个河边打水漂那个我们也看见了 哈哈 那个 好玩一下 你还挺喜欢玩那个的对不对 嗯 哎 小时候不是经常玩这个 对 我看你打的还挺好的 就是站起来之后呢 就是可能 哈哈 小心脚下 哥 对 所以可能 嗯 没太注意 哎 我们得注意注意啊 我们更希望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美景啊 或者你的一些心情我们也能先看了好不好 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彩妆师的春日氧气妆是不是已经快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最后给我们模特画出来的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来 我们有请 有些模特来到 哎 好 现在我们看到 好 我们就把这个镜头这样就可以了 哎呀呀 很低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这个妆容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个妆容就很有那种春天的感觉 嗯 就是 春天的感觉 颜色比较多 因为非常适合去户外踏青 然后有特别的青筒 用了我们的这个氧气粉底液 嗯 你看到这个妆容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很好 嗯 也不错 对不对 嗯 很不错 而且这个妆容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老师可以打一个特写给我们的这个模特小姐姐 就是 她有一个小巧思 就是她的眼妆 她的眼妆用的颜色 跟我们日常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她是比较明媚的 哎 有点艺术感 哎 有点艺术感 而且她带点那种绿色的感觉在当中 嗯 就那种绿色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春天 也很适合去出去出游 或者拍一下 可是这个应该很难 嗯 很难 很难画出来 嗯 所以我们老师还挺厉害的 厉害 对不对 当然除了好看的妆容 我们还可以看到 模特它有这个烹溃的一些图案 我们请小姐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哎 看到这个胳膊上这款彩绘的图案 这是梅克菲作为专业的彩妆品牌 新推出的一个喷枪彩绘的服务 那手臂上的这个图案呢 也是刚刚由我们的彩妆师在现场来打造的 这个春天梅克菲氧气补给站 将会在4月5号到4月14号 在沈阳万象城来举办首场活动 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前去打卡 现场来体验我们的喷枪彩绘的服务 我们要再次感谢模特小姐姐 谢谢你 谢谢 也要谢谢我们的专业的彩妆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常独特的春日出油妆容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梅克菲的新品氧气粉底液的礼盒 那想要的各位可以来点击下方的链接 接下来我就要跟你来玩一个游戏了 没问题 刚才我们说春天的时候希望你能够多出去走一走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在片场也是自得其乐的 你选哪个颜色 我都可以 都可以你先选 你先选 红 好 红 好 长红 来 这轮游戏你别看我们俩拿的这个东西好像就是神圣乎乎的 一会儿这手要摇你 他这个下来会摇你 这石头剪刀布 对吗 怎么现在连游戏道具都唬不住你了 我还想先逗你一下 没想到你先认出来了 这个石头剪刀布 刚才我说你在片场也会自得其乐 我们有朋友说看到你在片场会自己玩两只手的那个石头剪刀布 跟自己玩 这个我比较会 那你知道这怎么用吗 按这个 对 用大拇指 小拇指不可以 也可以 你小拇指有劲你也可以 怎么了哥 现在主打一个倔强 不是 我以为只能用这个 都可以都可以 你看怎么行 这个长的也可以 然后你短的也可以按一下 每个手指都可以 对 你用小拇指给我看看 小拇指可以啊 啊 算了吧 这小拇指真的是比较费力 还是 还用大拇指 好 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这个道具 石头剪刀布 大家应该都会玩 我们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现在你看我手上的这个 它就是布 你跟我一样 这就是布 布 好 这个 就是剪刀 嗯 还是布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你要这样给大家放 石头 哦 这是石头 对 这是石头 我也这样 哎 因为它就没法这样握住它了 好 这剪刀 好 那我们两个现在就 就玩石头剪刀布了啊 好 三局两胜好不好 没有问题 因为你知道 我们两个虽然在操纵它 但其实它不靠我们两个的脑子来操作 它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肯定吧 不可能我们能操作它吧 对 你比如说 那不可能 你它转什么东西我们俩也不知道 嗯 对吧 嗯 来 开始了啊 好 三二一 石 等一下我还没 哈哈哈 啊 那就剪刀 来 嗯好 来 石头 哈哈哈 哦哦哦哦 不好意思啊 永远快远一步 来准备 石头剪刀布 哦 这是什么呀 这啥呀 哦哦 布 石头 哦 不 你这是石头 对 你这是布 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你赢一局 我给大家看一眼 我赢了 我们两个这个画面 真好 好 这蛮好玩的啊 嗯 来 第二轮 你赢一轮了 三局两胜好不好 没问题 好 来 石头 剪刀 布 啊 都是石头 一样的 石头啊 来石头 剪刀 布 又赢了 不好意思 三局两胜 我这边一胜没有 我可以让你一局 行 你让我再来 这样吧 最后一局 你自己拿着两个玩一下 好的也行 啊不不 来吧 你来一局 石头 剪刀 布 好 好 好 平手 石头 剪刀 布 布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 剪刀布 这是什么情况 终于石头 剪刀了 你知道刚才那一段 大家都甚至开始怀疑 你们前面说这个东西 不靠你们的脑子操纵 行就这样吧 不耽误 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没事 我们打了个平手 打了个平手 你两局 你两局赢了我 嗯 你两局赢了我 那我们就给大家发奖励 好 好不好 嗯 你给大家发奖励 什么奖励呢 什么奖励啊 我想想啊 这些吧 全部送出去啊 来都来了吗 我们今天有个礼盒 送出去了 我们有个奖励 奖励是 上面写 多玩几句 什么 还让我们多玩几句 这样 我们俩除了这个 这两个一会儿 给你带走 行不行 别玩了 给你带走啊 我们用自己的手 我们用自己的手 好 来 石头剪刀 布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怎么都是布呢 都是剪刀 都是剪刀 再来一句 石头剪刀 布 好 结束了 行 不愧是哥 不愧是哥 这两个也给你 都带走 这挺好玩的 慢玩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接玩回去玩 好 那刚才我们说 嗯 哥不论从 机器手 还是从我们本人的手 嗯 都赢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给大家 来送福利了 什么福利呢 嗯 我们今天的这个天猫超级品牌日的直播呢 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 但是 梅克飞为大家谋福利的心 没有停止 这个奖励就是 由哥来给大家 发粉丝福利 截图 好 好不好 大家准备好手机 准备截图了 其实我们都 你也很喜欢这款 对不对 我们也都很喜欢这款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 我们梅克飞新出的这个 氧气粉底液 那接下来呢 就请你来挑选三款产品 嗯 给大家来拍几个 这是那种321的定格的pose照 嗯 好不好 等于就给大家来发福利 拍 选三个 选三个 拍三个嘛 对 三个 你可以有一些情绪 比如说惊讶呀 生气呀 调皮呀 开心呀 嗯 对着镜头啊 嗯 来我数321 我们选第一个啊 好 来 三 二 一 哼 好 好 这第一个 生气了 刚才那是生气是不是 嗯 有点 有点 刚才那个是有点生气 第二个我们要换一个产品 还是还拿这个 就拿这个 就拿这个 好 三 二 一 哼 好 哥 这个表情我想问一下 还是看不见我吗 哦 是 不是 看得见我 看得见你 这 这不是我 啊 不是你 上 因为上次你拿那个挡住两个的时候是说看不见我 嗯 啊 其实看得见你 这会挡了两个你 嗯 OK 好 我盲猜一下啊 接下来第三章不会是拿三个吧 那就拿不下了 拿不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我们会是什么呢 嗯 三 二 一 一 好 刚才的三个全部都是用我们的这个蛋壳来完成的 嗯 美妆蛋的蛋壳来完成的 第一个用了一个第二个用了两个 第三个是非常俏皮调皮开心可爱的一个表情包 大家应该都已经截屏了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你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氧气妆容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春日性品粉底液呃用完之后可以再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它的就是使用之后的感受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嗯 好 嗯 嗯 就是这个氧气粉底液在春天的时候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嗯 然后刚才我们用这个粉底液也来给大家这个模特小姐姐在化了妆 大家也感受到了它的这个氧气的感觉 然后很有春天的感觉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比如说24小时时装啊 嗯 对不对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去揉胶啊 嗯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那个3D贴肤 牢牢的扒在脸上啊 嗯 那这些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氧气粉底液都可以把它直接来用到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断货网就像高光啊 腮红啊 也全部都已经回归了 我们都可以把它来推荐给大家 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啊 这两个呃 有一个是裸色的 对吧 103和320这两个色号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都可以把它来推荐给大家 嗯 在春天的时候好好来使用一下 以及我们的这个白喷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不是 嗯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产品都非常好用 如果你在春天要出去出游 比如拍照片的时候 嗯 也都可以把它带着 然后用它来给自己上装 嗯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呃 直播间当中 我们也非常开心 做了很多的互动 然后推荐了好东西给大家 也知道了最近啊 你的一些工作状态呀 生活状态呀 嗯 也能看到我们都一起越来越好了 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嗯 啊 最后了啊 嗯 时间过得还是蛮快的 嗯 嗯 其实就想和大家说 因为我是在剧组一直工作 嗯 拍戏啊 我呢 嗯 也很开心 也很充实 呃 今年呢 希望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嗯 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 呃 不同的角色 在角色当中 呃 给大家能带来一些惊喜 嗯 嗯 同时呢 也希望呢 也希望大家 呃 龙年了嘛 也希望大家 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呃 有一点点的小进步 嗯 我们也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啊 不论进步的多和少 但我们总要慢慢的去进步 进步 嗯 嗯 那我们也更多的期待你带来的作品 比如说你现在全市的王权富贵啊 嗯 包括其实我们所有朋友都在期待的 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见面的卢云 呃 有什么消息啊 这个我真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为又是保密呢 嗯 反正我们就是特别期待 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 这个季切的想要跟他见面 我也 我也希望在 今年给大家 呃 多带来一些角色 嗯 哦 那 哦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更加的 这个兴奋了 今年要更加努力一点 更加努力 但是也希望你在努力工作之余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说给所有喜欢你的朋友听的 嗯 我们在更加努力之余 也要好好地去保重自己的身体 然后好好地照顾自己 对不对 那要特别感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时间过得也很快 当然各位不要走开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给梅河飞的彩妆师和模特 给大家来详细地介绍一下 刚才为大家打造的这款春日氧气妆 还有刚才 哇 那个让我们觉得特别有特色的那个 没有偏绿色的眼影是怎么打造的 嗯 那我和陈毅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